新年快樂! 祝大家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不知道大家初一 二 三 四 吃了很多中式的糕點 蘿蔔糕 連糕 會不會覺得很悶呢? 今天我就來一個小學雞廚房 和大家煮一樣比較韓式 又比較融合的東西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看下去啦 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這個不專業小學雞廚房又再出動了 我就是想用這個三養辣雞麵的杯麵煮一個Carbonnara版出來 材料一定少得就是三養辣雞原味的杯麵 然後有一盒奶、一盒腸仔和芝士 我最後只用了兩塊 第一個步驟超簡單 就是煮熟了杯麵 我們加點熱水 蓋上兩至三分鐘就可以了 然後自己想吃多少腸仔就把它們切粒粒 我這次是用了脆皮蜜糖腸的 兩分多鐘過去之後 就可以把杯麵的水倒走 然後備用的 稍後才用 在這個時候 不需要下油的 直接開火 輕熱鍋就可以了 當鍋熱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小腸仔拿下去炒 炒到金黃色為止 對了 你看到小腸仔好像現在這樣就差不多了 接著就可以把一盒奶加進去 一開始我加了大約半盒多一點 等奶滾了一分鐘左右 就可以把剛才備用的拉麵放進去 跟奶拌勻就可以了 中間你會看到奶其實都吸得七七八八了 就可以加上另外的奶 之後把原本杯麵包醬加入麵和奶 然後就直接拌勻 原本其實在這個時候應該加上這包配料 但因為我男朋友是不吃蔥 我就沒有特意去加了 之後就到最重要的時刻就是加芝士片 最後等芝士溶完之後就可以上碟 煮完整個過程大約十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就已經可以吃了 都很好吃 辣辣的 有卡邦奈拉 這個有奶味而已 不是有卡邦奈拉 今天這個超簡易韓式卡邦奈拉 三樣的雞杯麵就完成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